三重区公所办理独居长者送餐服务 14年来多亏爱心便当厂商的长期资助 送餐服务才能够持续办理 三重区公所就特别颁奖表扬八家厂商 感谢他们的爱心与付出 为感谢三重区八家爱心便当厂商 长期参与独居长者的送餐服务 17号上午区长刘莱通特别颁发奖牌 感谢他们的付出 他们都是负责每一周各自捐赠一餐 给我们的独居长者 能够分担我们公部门的预算的不足 那爱心大家一起来做 那今天公所非常感谢他们 特别制作一个感谢状 来表扬他们的善行义举 独居长者送餐服务至今已有14年的时间 八家爱心厂商365天全年不间断 而且为让长者们吃得更健康 厂商也会以少油少盐的烹调方式来料理 在三重做学生日 处兵和一些专门 跟我们特别到三个工 有很多照顾 除了逐步文献 还要赶紧也要赶紧 所以有机会 我们三重副工作 有机会让我们来 回馈这些赏我们的福气 我们公司在这边 从创厂到现在已经三十几年 都在三重 那我们的员工也是都是三重地区的 所以我们有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这种社会责任 所以我们董事长一直长期很支持这个活动 我们是一个小小的店家 然后也因为有很多志工 都可以来帮我们打包便当 让我们可以 一间小店 然后可以尽一点点的心意帮助 然后也谢谢那个立州建设 长期赞助我们 就是做这个议举 那也谢谢曲工所 这些市场 大家也很可能 那我们要 为什么 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帮忙他们 就是用 传很好吃的东西 让他们身体健康 但对于我们社会 才有什么进步 才有发展 三重副的爱心厂商们 秉持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的精神 为独居长者尽一份心 记者是就带华三重采访不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